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在中国历史上五代是十分混乱的一个时代 不仅当时的时局非常不稳 地方上也常常出现一些贪官污吏 这使得当时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在五代里的后进就有一位让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坏官 他不仅脾气不好 而且在他所掌管的地区实施了许多苛刻的政策 借此大捞人民的辛苦钱 人民生活很辛苦就好像是眼中生丁一样 十分痛苦 有一天 朝廷就突然下了一道命令 将这一名坏官调到了别的地方去 哇 这当地的百姓知道了 个个是兴高采烈 敲锣打鼓的指喊 太好了太好了 终于拔去眼中钉了 可是好景不长 过没多久 朝廷又把这一名坏官调回了这个地方 而这名坏官早就听说老百姓说他是眼中钉 这次调回来 他更是满肚子坏点子 想要好好整一整这些老百姓 消一消心头的怨气 所以他一回来 就下了一道命令 要全城的老百姓 交出一千个铜板的拔钉钱 因为过去他离开时 百姓说 终于拔去了眼中钉 这下子老百姓可惨了 借钱的借钱 卖地的卖地 还有凑不出钱来的 只好等着受罚了 小朋友 如果你是这些受欺负的老百姓 你是否也会觉得 眼中钉 这形容挺贴切的呢 好 那么以下得人叔叔来造一个句子 让您来学以致用 话说 在学校里 小明常常恐吓同学 小明在学校 可以说是全校同学的眼中钉 小朋友们 期盼你可以学会这句谚语了 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德仁叔叔 教育